立委蔡適應和基隆市議員吳華家協助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叫賣藝賣的物品 吸引許多善心民眾前來購買 由於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成立20週年願慶餐會 12月1日將在北都飯店舉辦 基隆分院特別先在北都飯店門口辦理藝賣活動宣傳 歡迎各界共襄盛舉參加餐會 因為原定50到60桌的餐費 目前還短缺三分之二 呼籲各界響應一起來幫助植物人 我們有一個創世基金會 為植物人而舉辦的募款餐會 為植物人而舉辦的募款餐會 那這個其實已經連續舉辦了許多年的時間 那適應長期以來都來協助創世基金會 作為代言人也宣傳更多的市民好朋友 來支持整個植物人的安養的活動 所以在這邊適應特別呼籲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12月1號之前可以來報名參加 我們的創世基金會募款的餐會 因為你讓幫忙更多可以來幫忙的人 12月1號的晚上6點半在我們北都飯店五樓宴會廳來舉辦 那希望邀請到我們所有的市民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公益活動 幫助我們創世基隆院 我們在院安養的青函植物人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一個照護 那今年的餐券每一張餐券每人一張餐券是一圈二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到我們北都飯店五樓宴會廳 還有我們創世的基隆院都可以購買到這樣子的一個餐券 那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共襄散舉 基隆分院進一步表示 這次參會除了感謝社會各界長年來對創世的支持之外 更需要社會大眾幫助 升級院內消防安全 特別是重中之重的防火門 每一扇就需要十萬元左右 目前還有十五扇防火門的經費 需要各界支持 那今年呢其實創世基金會有多了一個消防門的一個項目 希望可以讓我們就是創世基金會萬一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就地避難一個小時的防火門 那那一扇防火門呢是一扇十萬元 也是非常需要大家一起來支持 最主要就是你知道我們植物人他是完全臥床 他們也不能跑也沒辦法就是 如果真的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真的只能就是長 就是等待就決時間 就是防火門可以請世門關上 我們就可以原地的就地避難 那以前的話是沒有升級的話 我們全部的那個植物人的床啊 或是人也沒辦法全部擠在那個兩個等待救援區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今年就是 在著重就是消防安全對於我們的植物人的安養的願名 還有我們的工作人員的安全提升 照顧植物人 北都常會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至少